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關懷全球開拓視野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大愛全球視野 讓大愛帶您認識全世界 我是張福昌 昨天西班牙發生的 時尚最嚴重的高速鐵路出軌事件 經過一天的搶救 傷亡人數不斷上修 是什麼原因 讓一項紀錄良好的 西班牙高鐵出了問題 這還需要進一步的調查 在現代社會中 人民的生活非常匆忙 時間就是金錢 因此許多國家 都有高鐵與縮短生活圈的距離 然而要如何保障 高鐵的安全性與舒適性 成為重要的討論議題 而位在東南歐的波士尼亞 這裡的人們 自古以來就過著遊牧生活 但是近年來 因為遊牧空間的縮小 以及科技的進步 使得遊牧生活越來越不容易 而法國東南山區的畜牧人家 也過著類似 波士尼亞的遊牧生活 這種動物大前徙的景觀 相當吸引人 但是法國環保團體 卻以破壞環境為理由 希望法國政府 能夠禁止這種放牧行為 到底法國政府會怎麼做 我們一起來看看 首先我們再來看看 西班牙高鐵意外事件 西班牙的高鐵 已經有20多年的歷史了 自從1996年開始 歐洲聯盟為了改善 歐洲內陸交通的運輸 因此推行 泛歐洲高速鐵路網的計畫 西班牙政府就順著 歐盟的高鐵計畫 開始積極發展高速鐵路 經過20多年的努力 西班牙的高鐵網路 已經是歐洲第一 世界第二 僅次於中國 而且西班牙的高鐵 是出輪名的準時 準點率高達99% 幾乎是斑斑準時 難能可貴 近年來西班牙還在國際上 積極推銷高鐵技術 爭取海外高鐵訂單 以賺取外匯 紓緩財政困境 土耳其的高鐵 就是由西班牙建造 而且也在2009年正式通車 2011年 西班牙更擊敗了法國 拿到了建造 沙烏地阿拉伯高鐵合約 現在西班牙又在繼續爭取 承包巴西的高鐵 由此可見 西班牙的高鐵技術 已經具有國際水準 相當出色 然而這次的高鐵事故 是西班牙40年來 最嚴重的鐵路事故 也是高鐵事故的首例 經過調查之後 造勢的原因 可能是轉彎速度過快所引起 目前已經至少造成80人死亡 超過130人受傷 西班牙總統以最沉重的心情 宣布全國未受難者 愛到三天 大量的列車殘骸散落一地 車廂毀損變形 當時撞擊力道的猛烈程度 可見一斑 西班牙當地24號晚間 一列從首都馬德里 開往西北部費羅爾的火車 在聖地牙哥的 恐坡斯特拉的高速鐵路路段轉彎處 失速撞上邊坡 釀成重大悲劇 警銷人員忙著進行災後清理 大型機具也出動 將事故車廂再離現場 醫院外面 集滿了受害者家屬 有的人一臉凝重 有的人則拿著手機聯絡親朋好友 每個人的臉上 寫滿了著急和擔心 醫院從事發當晚 就安排了45位專業心理醫師 輪流值班 協助這些焦慮的受害者親友 渡過難關 專家表示 列車出隧道後 速限規定要降低到 每小時80公里 但是列車當時的時速 高達兩倍以上 完全沒有減速 緊接著 就在轉彎處發生猛烈撞擊 出事的列車共有12截車廂 車頭起火裂開 第二、三、四截車廂嚴重回損 其餘後半段車廂則反覆脫軌 肇事的列車駕駛 已經被法院宣布拘留在醫院 進入司法調查階段 究竟是駕駛出隧道後 沒有減速的人為疏失 還是煞車系統失靈 讓有30年經驗的列車駕駛 也無法掌控 重重疑點 在黑盒子判讀結果出來以前 都還有待釐清 聖地牙哥的恐波斯特拉 從中古世紀以來 就是歐洲朝聖之路的重要城市 每年夏天是吸引最多 世界各地朝聖者的時期 加上火車事故發生隔天 是加利西亞自治區 一年一度的地方宗教節慶 許多人搭上火車前往 萬萬也想不到 這一去就回不來了 我早晚在10時半 我已經結束了 我已經三年來 去聖地牙 三年來 我認為沒有人離開 但我已經有很多時間 各項慶典活動全數取消 地方愛到一個星期 全國也進入國殤三天 出生在這個城市的總理拉荷義 語重心長召開記者會 拉荷義表示 這起事故已經交由司法部門 和公共安全部門分別展開調查 政府會努力協助查明真相 西班牙的國王與王后 也搭乘專機抵達當地 慰問罹難者及傷患家屬 更對伸出援手的所有人表達謝意 對於這起火車慘劇 不只西班牙舉國同輩 大國巴黎聖母院也以終身帶領民眾 為罹難者默哀一分鐘 而遠在巴西參加世界青年日的教宗 更呼籲大家一起為遭遇不測的人祷告 談到高速鐵路世界上並沒有同一的定義 而根據國際鐵道聯盟的定義 高速鐵路是指改良原有鐵道設計 使車速可以達到每小時200公里以上 或是重新建造專用鐵道 使車速可以達到每小時250公里以上 這些都成為高速鐵路 按照這個標準 目前亞洲的台灣、中國、日本、南韓 以及歐洲的德國、法國、英國、義大利 西班牙等國都有高速鐵路 而且速度可以達到每小時300公里 高速鐵路具有速度快、服務好 舒適度高等三大特色 因此高鐵的票價 往往都比一般火車票價還貴 而高速鐵路快速運輸乘客的優點 更受到現代國家的青睞 許多國家為了要解決交通堵塞問題 紛紛在大城市之間興建高速鐵路 例如台灣高鐵就連接了台北和高雄 中國金戶高鐵就連接了北京和上海 日本東海道新幹線 連接了東京和大阪等等 台灣高鐵自從2007年通車以來 以最高時速300公里 快速往返北高之間 縮短北高車程90分鐘 高鐵以來逐漸成為北高之間的主要交通工具 原本的航空運輸 逐漸被高鐵所取代 談起這次西班牙的高鐵事件 不免讓人聯想起1998年發生在德國 愛雪德的高鐵事故 這是德國歷史上最嚴重的高鐵事故 當時我還在德國留學看到媒體畫面的報導 真是可以用慘不忍睹 是個字來形容事故現場 當時德國高鐵 ICE 因為車輪橡膠圈片 均裂脫落 彈出 造成車廂出軌 撞擊橋墩 整個列車扭曲變形 造成101人死亡 88人重傷 這是德國最嚴重的鐵路交通事故 高速鐵路是一種結合 許多高科技的交通工具 車廂 軌道 訓導系統等 都需要達到一定的標準 而平時也必須做好 維修與檢查工作 這樣才能確保高鐵的行車安全 整個列車如同守風情一般 中間的部位全都擠壓在一起 這次的高鐵事故 是西班牙40年來 最嚴重的鐵路意外 意外發生的原因 已經初步排除是恐怖攻擊 雖然還無法確定 但普遍認為是超速的緣故 國際鐵路聯盟定義 時速可以到達每小時200公里的列車 被稱作高速鐵路 日本是最早發展高鐵的國家 新幹線成功連接了日本東京 與大阪這兩個重要城市 從此高鐵開始取代國內線班機 也在世界各地蓬勃發展 全世界目前只有10個國家有高鐵 各國的高鐵時速不一 台灣、日本等國家 採用時速300公里的高鐵系統 而中國、西班牙的高鐵 則是310公里 中國、上海的磁浮示範運營線 是世界最快 時速431公里 而在歐洲為了進行歐盟國家整合 建立了泛歐高速鐵路網 訂定統一標準 讓高鐵跨國發展 在西班牙 列車分為AVE高鐵系統 Ovia高鐵系統 與傳統列車 這次出世的 並不是速度最快的AVE系統 而是Ovia系統 這種介於AVE系統 與傳統鐵路中間的高鐵 列車軸距可以伸縮 不但能夠適應歐盟新系統的鐵軌 也能行駛在西班牙傳統的鐵軌上 歐洲國家與城市分布零碎 日本、南韓與台灣面積不大 中國的重要城市集中 這些地區都很適合發展高速鐵路 但是服務員廣大的美國 則因為城市的距離太遠 各州的產業獨立性高 所以高鐵發展一直沒有誘因 第一起高鐵意外發生在德國 1998年一列高鐵列車 因為車輪設計不良 在高速200公里下脫軌 撞擊橋樑完全解體 造成101人死亡 是全世界高鐵史上 最嚴重的事故 中國在2011年也發生 溫州高鐵追撞事故 造成40人死亡 中國因為此次意外 將所有路段的高鐵 依原本的限速再降低50公里 這次的西班牙事件 再度挑起高鐵安全疑慮 也讓一向管控系統嚴格的 歐洲國家面臨嚴峻挑戰 由於意外發生在 新舊軌道兩用的列車上 歐洲國家鐵路系統的整合 也讓人看見了潛在的危機 看了西班牙高鐵事故之後 我們深深覺得在現在社會中 高科技確實為人們的生活 帶來相當大的方便 但是只要一出事 所造成的災難是很難以承受的 而沒有高鐵問題的 東南歐國家波士尼亞 境內的勇牧民族 也有他們的煩惱 因為可以放牧的地方 變得越來越少了 生活變得越來越困難 過去這些勇牧民族 會隨著春夏秋冬 在不同的草原上遷徙放牧 但是自從脫離了 前南斯大夫共和國之後 國與國之間的疆界 化得清清楚楚 以前在南斯大夫共和國 的體制下 包括波士尼亞在內的 六個共和國 都是一家人 根本就沒有所謂的 疆界問題 游牧的波士尼亞人 可以自由自在的 在無疆界的土地上 自由放牧 現在南斯大夫共和國 挖掘了 六個共和國又各自獨立建國 使得波士尼亞 游牧民族 只能夠局限在自己的國土上放牧 在這種情況下 要如何為下一代 謀求新的出路 成為波士尼亞 游牧民族 頭痛的問題 愁鳴鳥叫的聲音 清脆悦耳 滄脆的草原上 牧羊人拉莫 站在羊群中間 缺著口哨 提著木棍 用他自己的方式 跟羊群溝通 每天跟羊群相處 是他最快樂的時光 但是現在心中 總是有一股不安 放不下 你自己的心情 很不錯 我心裡說 要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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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莫是波士尼亞的 游牧民族 每年冬天 都會到北方的平原去放牧 隨著時序轉到夏天 把羊群趕到山上 在過去的好時光裡 拉莫夫婦 曾經有過 非常快樂的日子 全盛時期 兩夫婦 擁有五千頭羊 過去兩夫婦 根本不會擔心 羊太多沒草吃 春夏秋冬 不論轉到哪兒 總有著足夠讓羊群 吃飽的糧食 但是現在不一樣了 我心裡說 我可以吃飯了 不吃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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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脫離前南斯拉夫之後 國土疆界劃分清楚 曾經可以自由穿梭的地方 現在標示了界線 還有不少土地 逐漸變賣給私人擁有 籬巴一個一個竖了起來 無形中更限制了放牧人的天地 游牧民族的生活 看起來優有自在 其實並不這麼好過 一個用木板和木條 搭起來的簡陋小屋 就是一家三口住的地方 46歲的札迪娜 每天早上四點起床 要花兩個半小時 來餵一百六十頭羊羈奶 先生和兒子製作乳酪 課勤課減 沒有水 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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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什麼 我們會煮 我們要去找一個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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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歲的兒子瓦德 會幫著照顧羊群 在父母眼中 是個負責任 吃苦耐勞的好幫手 但是拉莫夫婦 卻不願意兒子 跟著自己一樣四處游牧 時空環境不同 他們認為孩子 該有自己的路要走 我們要去找一個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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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孩子奮鬥 父母的使命感 讓這兩位波士尼亞的游牧人 怎麼苦 也要繼續堅持下去 在歐洲國家中 足水草二居的 除了波士尼亞游牧民族之外 法國也有這種傳統 但也同樣遭到 如何存續下去的問題 法國東南部的普羅旺式地區 每年季節交替的時候 農民會趕著牛羊穿山月嶙 遷移到新的草原 這種煮草放牧的方式 可以使牛羊吃到最新興的牧草 維持最佳的健康狀態 所以說法國 不僅是許多精品的發源地 它的農業也是非常有特色的 到目前為止 法國是歐洲聯盟最大的農業國 在畜牧的方式上 法國農人採取人道放牧的養殖方式 有別於美國畜牧業者 把牛和羊關在欄杆裡的養殖方式 不過法國這種人道養殖方式 已經快撐不下去了 這個原因有三個 第一 外國肉品進口容易 使得當地畜牧者面臨強大的競爭 第二 法國農民 每年必須繳交47%的營業所得稅 使成本壓力沉重 第三 在歐債危機的氛圍下 法國農場的經營越來越困難 再加上今年來 由於環保意識高漲 使得法國政府打算禁止 這種大規模的放牧方式 如此一來 牛羊在草原上 置於漫遊的美景 將不復存在 牧羊人發出特殊口令 伴隨著羊群掛在脖子上 清脆的鈴鐺響聲 羊群聽著指示 一前一後緩緩前進 準備遷徙到高山地區避暑 每年夏天普羅旺斯的農民們 會將羊織從低緯度的 德隆省迪瓦地區 遷移到涼爽的阿爾卑斯山避暑 一直到十月 氣溫轉涼後 在下山度過寒冷的冬季 對法國農民來說 動物的遷徙不只是畜牧業的例行公式 更是重要的傳統慶典 大批的羊群 浩浩蕩蕩地穿梭在城鎮間 街道兩側的民眾紛紛拿起相機 記錄眼前這難得一見的奇景 當牧羊人帶領羊群 經過普羅旺斯東南部的小村莊時 當地民眾已經做好準備 要來迎接這群遠道而來的貴賓 悠揚的樂聲響起 民眾隨著音樂手舞足道 歡樂的氣氛瞬間蔓延開來 遊行盛會熱鬧非凡 但是牧羊人和羊群卻不能久留 他們的旅程才正要開始 這個夏天 牧羊人格瑞帶領著羊群 一路上風塵仆仆 抵達阿爾卑斯山區的山腳下 等羊群適應了山區氣候 他們還要再往山上步行2000公尺 才會到達最終的夏季牧場 這裡涼爽的氣溫 和大片青草地 是動物們的避暑勝地 清朗的天氣清脆的草地 動物們悠遊在山谷間 這美麗的景象可能即將要走入歷史 為了保護土地 免於過度耕種和放牧 法國政府將禁止農民 每年大規模的動物清洗 農民和政府間要做好協商 才能在環境保護 和維持傳統間取得平衡 全球視野每天給您不同觀點 全新感受掌握世界脈動 謝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周見 分享一下 我們下周見 我們下周見 先放我們的